我現在要帶來今天最後一首歌 怎麼知道 是不是我說的嗎 真的 謝謝 我剛剛那個很好笑 應該剛看很多人帶吉他 應該是很多人會彈吉他 我發現我為什麼一個D 簡單的D都按不好 而且就是中指沒按好 對不起 吐了口水 中指沒按好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 我發現應該是老天爺在懲罰我 那我今天比台東中指 然後我現在 你知道就是 在台北騎摩托車啊 我是非常喜歡騎摩托車 然後在台北也是都騎摩托車 但你知道台北很可怕的是 那個公車跟計程車全部都是 可能會突然不打發 然後就往右邊衝過來 對 非常非常非常可怕 就人車真道的有種感覺 然後我每次你知道 其實我是一個血氣方剛的 少年 少女 我是方剛少女不是 呃 少女 方 尾 方剛少女 尾拉 然後就是 我會很想要就是 對於那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會很想要就是打人之類的 就是想要生氣一下 可是車就這樣開過去嗎 你也不能怎樣 我就只能 就是這個可能要打下馬賽克 我就騎摩托車騎請這樣 然後這張很棒嗎 有發現到 然後但不能講 有時候我突然就罵出來 但是就是你不能罵的時候 可能看到那個是很像黑道的 我大嘴 不敢罵 就這樣就好了 然後要偷偷的 就是快速收回 要不然躲太久就被發現了 好 接下來這首歌有點 有點邪氣放剛的感覺 這首歌叫雜草 然後雜草大家聽著 兩個字應該會覺得 怎麼草一開始寫歌 就是雜草很奇妙 這首歌 一開始是 我就是 我是去中國好歌曲的時候 寫下這首歌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 得到一個命題 叫做流星花園 流星花園這個電視劇 我們必須要根據他的寫一首歌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最不喜歡寫情歌 你知道寫情歌就像剛剛那樣 是一首英文歌 因為如果我寫說 我愛你什麼之類的歌詞 就很奇怪 就是 不好 我不喜歡那麼直接的表達 所以 我就覺得 流星花園這個主題 我不應該寫什麼 把它寫一首情歌出來 要不然別人的想像 也在別人的想像狂角之內 所以我就想盡辦法在 那個劇我就重新把它拿出來看 我就想到 我之前有幫一個歌手寫一段詞 但是後來他們沒有用到 我自己寫的時候 我覺得這詞超棒的 可是他們沒有用到 然後我就覺得 好吧 我就留著以後自己唱 就得自己寫一首歌唱 結果果然這時候就來了 那時候我就把自己 因為真的是完全沒有靈感 我把自己關在那個飯店 飯店 因為我們那時候必須要在大陸 就關幾天 趕快把那個Demo叫出來 就在飯店裡面把自己關起來 一直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就想到我曾經有那麼一首詞 然後我就搭配到看到山菜 他第一天被欺負的時候 他回家就吃了很多飯 就跟他爸說 爸 這個那個 山菜是一種夾頭 就是別人怎麼採 都不會死掉那種 然後 對阿對阿 然後 就是那一段台詞 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代表山菜這個人的特性 他就像雜草一樣堅韌 他是 就是怎麼才都不會死掉 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決定 把他的這個特性 拉出來寫成雜草這首歌 就是 接下來這個演出 然後呢 大家如果在我路上看到影片的話 會發現後面是有 我的影片的甜點部分是用這台Loop Station 他後面是有更樂 但今天帶來的演出 就是全部都是靠他了 所以 對 希望 他不會太 對 反正是 他是一個蠻炸的歌 所以大家 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噠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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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噠噠噠 噠噠噠